昨天下午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在北京正式宣布启动 起赵威之后东方卫视正式宣布第二位梦想观察员的名字 他就是金马金鸡双辽影帝微博上的火华社社长刘烨 尽管因为在美国拍戏未能亲临现场 但刘烨还是隔空送来祝福 大家好 东方卫视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烨 我现在是在纽约 是在拍一部叫《纽约北京的电影》 所以这回中国达人秀的这个 他不会没法回去 就在这跟他打个招呼 与老友赵薇的合作也是吸引刘烨的一大要素 相识近20年两人的合作机会取之可数 上一次还得追溯到2009年的一个女人的失事 所以一提到未来的中国达人秀舞台上的过招 刘烨显得很兴奋 我们在十几年前考大学时就是好朋友 之前也合作过 跟他在一起合作能让我心里踏实一些 因为他是一个有很多想法的人 他会用很真诚的东西会带动我 娱乐99港理报道